作词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那些写情世中的情话 全部消去的天涯 全都不假 是给你忘记的回答 你看那窗外影怕冲犯牙 磨住的双手不再放下 再也不怕因为爱的日式一样 我总有一头我未来太多痛 那是你的好 偶尔牵涕地把发酵皮筋 也可爱的让人恨不清 不是我就这样好不清你 一步步让你暂停 所有没结局的痛快 有你的天花就是天涯 再也不怕决定爱的人是你呀 快 来来来来 来 来再玩一次呗 不行 上次是特殊情况 只能一次 不 拜托拜托 最后一次 真的最后一次 就一下下 绝对不会被发现的 嗯 你说的最后一次啊 嗯 我要去那里 出发喽神奇宝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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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冬冬冬 现在摆在你面前 有两条路 第一条 就是把你的嘴巴 给我闭得像棒壳一样 紧得翘都翘不开 第二嘛 就是把你跟这个秘密 一起装进汽油桶里 然后灌满水泥 让它永远石沉海底 冬冬 冯冬 冯冬 刚才 那个 你看得没错 你看得没错 还嫌不够麻烦 我已经说了 会被人发现 可是你偏要玩 妖怪也只能怪你自己 那你起飞之前 不会确认一下 降落地炎有没有障碍物的 我说过了那不是飞 我当然知道你那不算飞 跳走跳得都比你高 那真是对不起 如果下次我是抱着你的智商 跳的话 相信一定比跳涩跳得高 你骂我没智商 这死妖怪敢骂我没智商 我说的只是客观事实而已 你这个被放干血做成休眠体 放在棺材一百年醒来以后 连仇人都不知道是谁的 超级白痴怪物敢嫌我没智商 喝喝喝 我这辈子就指这冷笑话活了 那倒是 有个倒霉鬼呢 出个车祸都能苏醒一句休眠体 你本来就是一辈冷笑话大权 你 你 太酷了 哥 我需要和你见一面可以吗 你 还怪我出没 什么呀 糟糕 大小哥没拍到呢 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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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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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小编放话说 点击要是到了五千万 就要放三十六秒的 清晰露脸版本 田小姐 你不要走来走去了 好不好 我都快急死了 这要露脸的话 全世界都知道我家有个妖怪了 我说你是不是奶喝多了 能量没地方使跑去跟猫赛跑 这五千万点击量很难的吧 一般来说 有个两千万的点击量 就算是超级热门了 我早上看的时候 还是有一百多万的点击量呢 点击量已经到三百万了 有什么好紧张的 没有哪条法律说 收留五百岁的人 会被判刑呢 我 我已经没有办法跟你沟通了 你不是便便霞吗 就不能黑掉他们的服务器吗 我可以黑掉服务器 但我黑不掉原始文件呀 而且这是犯罪 我会被抓起来的 这样你就没有助理了 起开 助理可以再找 来 甚现在还没人知道你在这儿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赶紧走吧 不行 下午霸道总裁爱上我又重播 完蛋了 看什么呢 这么开心 DV爱好者骗人的小把戏 老师 下半年的研究经费已经到账了 真没想到那么顺利 我还以为休眠体丢失损失那么大 资助人已经对咱们失望了呢 对了 老师 资助人到底是什么人啊 这么多年了一直都没有出面 还真是低调 好像是个狂热的医学爱好者 不清楚 老师 你感冒了 没事 着凉了 一定又是通宵工作了吧 等安妮放暑假从美国回来 看到你还是这样通宵达旦的工作 一定会掉头就走的 对不起啊 老师 我没别的意思 没关系 你说得没错 安妮和她妈妈 就是这么离开我的 不过这次一定能行 叶辰 你是我最有天分的学生 你和我一起 我们说不定可以改变全人类的未来 好的 老师 不过你还是 好好休息吧 你不相信 你也觉得我做梦 我并不是不相信您 而是如果您再继续这样消耗 您自己的身体健康 在您倒下之前 想要合成出那种完美的修复煤 除非是发生奇迹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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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呢你 你知道这衣服有多贵吗 把你卖了你都赔不起 你懂吗 对不起 真是的 对不起 你很难 她 我的女人 天亮了 那就让王氏集团破场吧 你 你真的一点都不紧张吗 紧张啊 男主角的未婚妻 想谋杀张萱萱小姐 随便你 随便你 我跟你说 这偶像剧一点逻辑都没有 张萱萱脖子上那条线列 是她外婆留给她的 价值可以买十间餐厅的 她自己就可以让王氏集团破产 那个男主角算哪根葱啊 还有 为什么电视剧里的每一个男一号 都喜欢女一号 把我们女二号放在哪了 真是有没有逻辑啊 还有你 你连出现在剧本里的资格都没有 没记忆 没朋友 都没有办法交代剧情的 只能跟动物对话 我说完了 我说完了 貌似门铃已经想很久了 请女二号去开门 田小姐 你快点收拾吧 我们还要去偏场化妆呢 哥 哥 哥 上次你说 想喝新鲜的荔枝果汁 洞洞特地给你找来了 想到今后 可能再也见不到面了 哥千万不要忘了洞洞啊 好不好 您好您好 您好 您好 怎么称呼 鄙人姓张 经营一家小的侦探事务所 受人之托 来跟您谈点生意 您是哪家广告商 好 我的委托人 要您三十六秒清晰版的视频 现在的同行真是疯了 竟然想出这种办法 我说张震探 你的委托人 到底能出多少钱 跟他说 两天之后点击率 绝对超过五千万 我们说好的 给他五十万度假买单费用 让他把隔禁证明发过来 你就说我们什么时候发布就不用他管了 反正他要的是钱 张震探也说价钱可以商量 那我们就如实告诉他 不会发布好了 嗯 发吧 胃口不小啊兔崽子 让他修夸 你还能给我 关闭 放下一下 在那裁 轩轩 鑫轩鑫折来 您上去是从那边送回来 对 一会儿让摄影师直接上去就行 对 从这儿你就 表现一下 老爷 那个我跟你讲讲戏啊 行行行 来一下 咱们就讲戏呢 就在二楼这个天台这儿拍 一会儿你要把璇璇推下来 这时候男主角出现了 救了璇璇 然后呢 要把小植推下来 你明白吗 可是 可是小植推 没事 没事 导演继续 小植 你要在空中非常完美地旋转 然后落入纸箱 这场戏特别重要 酝酿一下 好 你别逞强了 你是女主角 你都不用替身 我用替身合适吗 你不懂 跳楼是我的爱好 爱好真扭曲 小植 这边到你们俩了 立正 准备 下 一 二 你 你要干什么 你 你敢跟我抢男人 就要做好死的觉悟 二 三 一 二 大人 田净直 是你要逼得张萱萱跳楼 你不要一脸自己要跳牙自定的表情好不好 对不起导演 再来一次吧对不起 是我对不起你 我难为你了 你没事吧 大人别生气 别生气 别生气 再来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敢逼她 你知道她是我的女人你知道吗 不要 我杀了你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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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 珍珍 珍珍 你不要 你不要 你不要啊 祝祝你 你放开我 不要 你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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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诉我他为什么要杀你 这些都是他的人吗 杀 杀 杀什么 杀你个头啊 我在拍戏 我们相聚你早上不是还在家看过吗 怎么了 怎么了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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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拍了 别拍了 道义 是不是该喊咖了 咖 我被你害死了 你到底怎么回事 现在开始什么都不要收获 我说什么你都点头听到没有 点头啊 解释一下 我们是在医院认识的 在我住院期间悲伤痛苦的时候 都是我们家大乔陪着我 我们家大乔听说我跟男主角有对手戏就吃醋 所以偷偷跑来片场 所以就闹了误会 其实他平时超级温柔的 对不对 你男朋友是做舞行的吗 哦 他呀 是跆拳道教练 还喜欢跑酷 怎么样 学院手不错吧 他在我住院的时候 就是这样跑到我的病房窗户上 送我花 才打动我的 这样的情况一般不应该报警吗 别瞎说 这是爱情的力量 请问薛先生 没什么要解释的吗 即使是吃醋 有必要跑到片场来打人吗 刚被取婚又闹出绯闻的话 他苦心经营的乖乖女形象 就会被你一息之间毁掉 你知道吗 无话可说了吗 还是觉得我没有资格对别人的感情 说三道四 好 幸好男一号没事 导演也替他说话 他经纪人才都算了 田净植 不管 你突然从哪里 撺出来的一个男朋友 请你管好他 嗯 可以说话了吗 可以说话了吗 说啊 张萱萱小姐 本人比电视里漂亮 嗨 老板 视频的事我已经跟网站方面交涉过了 不过老板 仅凭这段模糊的视频 您能确定一定是他吗 嗯 宿命般的老朋友了 怎么会认错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都不能让视频曝光 不能让任何人 知道他的存在 好的老板 您还有什么别的吩咐吗 李教授想见我一面 你安排一下 我一直以为你来是给我挡事的 没想到你才是我的傻 点击量层层的往上涨 一天一圈多万 你马上都要被全人类通缉了 你往好处想一想 你的搜索量也会暂时 超过我的宣女神 你就一点都不担心吗 担心什么 你也确实没什么好担心的 大不了就回深山老林去做妖怪 我呢 之前还是个窝藏妖怪的罪名 现在倒好 要背着和妖怪交往过的黑历史 只过一辈子 说不定还要被他们抵制成人类的公敌呢 放心 我带你一起去深山老林 我已经 没有办法跟你继续沟通了 你千万不要再给我添乱了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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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导演 我带我男朋友来跟你道歉了 没事没事 小植我实在不知道你有这么严重的恐高症 以后有这种情况就找替身演员演就好了 导演 您真的太好了 只要你和拍戏的时候不要背和鬼附身一样就好了 小植 我有一件事跟你商量一下 好 小植 你男朋友是干什么的 跆拳道馆教练 偶尔跑跑酷 怪不得伸手这么不错 是这样 咱们戏里边呢 有一个伸手不凡的终极大boss的角色 我觉得你男朋友特别合适 你放心 就三天 让他演戏 来 同门 让一下 不合适吧 那个 反正 天愁不合适 好商量 导演 那个 咱们来深入讨论一下这个角色吧 行政客 你是怎么进的行政客 当然是各项成绩第一进的行政客 心情不好 等国际联合反军火走私 立功的军工章搬下来 下月开始 你就担心休假 局长 我不需要休假 我负责的休眠体失踪案件还没有眉目 行政客本身就缺人 就这么定呢 局长 局长 我不需要休假 局长 好 好 小燕哥 恭喜你啊 我们都听说了 上次国际联合反军火走私 你立了一等狗 小燕哥 是不是不想请客 故意不告诉我们呀 少庄了 你哪个月不打小燕哥的求福 我也是昨晚才听局长说这件事啊 那这样吧 晚上我请大家吃饭 你们想吃什么 好啊好啊 不如我们去吃那家超级好吃的牛排店 他们家的牛排 号称是空运过来的神户牛肉 我都没吃过 好不好 好 太好了 小燕哥请走 好啊好啊 轩轩姐好 拍完了 对 我都拍完了 小植姐那个男朋友 近看真的超帅的 刚刚我在等戏的时候听导演说 下一次的终极大老板要请他来演呢 轩轩姐 我有事先走了 再见 喂 小燕 我现在严重怀疑田净直的精神状况 是不是被你拒婚说太大刺激了 虽然她手心里没有婚姻线 但是你对她感情有多深我是清楚的 现在发生的事情完全不合理 她怎么了 她交了一个醋坛子男朋友 而且有暴力倾向 现在就在剧组了 喂 你有在听我说话吗 我们已经分手了 她跟谁在一起 不关我事 我 怎么摆住这种可怕的脸色 早知道就早点带你来片场了 现在个人传播的速度啊 可比那些小报记者还快呢 我一直想来看你拍戏 就是觉得太麻烦你了 你可是被誉为世界之光的超级慈善家 谁会嫌你麻烦 没事吧 好 连个人都掉不起来 今天咱俩没吃饱饭吗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导演 再来一次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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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成计计 都会 Church 跟他在一起 听后再听闷一下 快去 驾 오� 不过 你们的道具 和造型也太吓人了吧 谢谢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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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的霸道总在爱上我 看了两个天哪 那剧情算什么呀 男主角抱着女主角 深情地说 你是我的女人 太土了 没错 除了张萱萱三秒钟 哭出来的演技之外 这么老土的剧情 完全是败笔 败笔 没有看《角色》杂志 上个月的调查吗 嗯 喜欢看偶像剧的女性 有百分之九十的几率 会变成滞销存货 甚至过期 所以 不知的女人们 像我们这样平凡的好男人 也是有坚实的臂膀的 清醒 清醒吧 世界上如果只剩下 鱿鱼仔一个男人 悟 宁 死 不是 悟宁 死加一 我没听错吧 你再说一遍 好吧 长得挺丑的 来 下次去日本 一定要先去秋叶园 买的一个美礼号的手办 啊 这就是船啊 怎么叫这个船啊 它不只是个船 帅 反正你也不懂 你怎么还看这个呀 那个枪支走私的案子 不是破了吗 但是我还要写检案报告啊 检案报告为什么要你写啊 你是文员吗你 不是 再说了 警员是办公用品吗 香港那边说接就接啊 在香港黑帮电影里面 只要警察敢说一句 麻烦地老 香港来法治社会来给 就出来一票子黑帮 把警察杀光光 听小姐 麻烦地老 香港真的来法治社会来给 好了 别气了 我这次立了工 等军工章下来 我们一定找个地方 打吃一顿 好好庆祝一下 不要 要胖死我 哎呦 答应了 答应了 答应了小平 要死吗 要死吗 呦 你是鸡毛巡回猎犬呀你 干啥 你打我 我看警察 警察怎么样 警察怎么样 好了 你不要生气吧 快来说一下有什么好看电影 真不知道 好久没看电影了 嗯 我听说是有一个电影看好看 什么 电影什么十二公民 你们看了吗 没有 射信出的 然后全都是特别特别好的演员 我超赞 天啊 天小姐 第一 如果不是可以和张萱萱小姐搭戏 我是不会同意来演的 是你提议的 现在又怪我太投入 这样合适吗 第二 我个人十分欣赏张萱萱小姐的演技 难道我就不该更敬业些吗 第三 她未婚夫体质弱不惊吓 并不是我的错 是 薛先生 第一 我只是提议 同意演出的人是你 第二 张萱萱是我的闺蜜 也是有个变态欲望的大花痴 所以我希望您对她高抬贵手 第三 我最尊敬的就是认真做慈善的人 比如那个被你吓得半死的洪先生 所以我担心她也是正常的 如有言辞不妥 还望海涵 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你 女子 小人 我尝尝 尝尝尝尝尝好好吃 别别别别别别别 小姐请给你几袋 两位 不是啊 我不要吃了 这边请 我是不是不让你吃 每次都点的好难吃 长得难吃点的东西 小姐 请你先看看菜单 你告诉我什么 长得难吃 长得像这块奶油 还还还还好好吃 这些在公众场合大声喧哗的人 真是被抓到警察 好难吃啊 好难吃哦 你想你点什么 看男二是在求婚的时候 被张春彤拒绝呢 还是在婚礼现场被男主抢新娘 我押抢新娘 你呢 什么所谓的 反正男二女二最后都是炮灰的命 拜托 你连当炮灰的资格都没有好吗 小燕哥你押什么 小燕哥肯定要拒婚啊 这不前阵子才潇洒地拒绝了田小姐吗 犹豫哥 你还真说对了 田小姐在戏中演女二 在生活中也是女二 别别别 这不真是炮灰吗 别别 是啊 也不知道谁弄中大奖 成为小燕哥的真命天女 别别别 我一直对不起 我一直对不起 怎么回事 不好意思啊 小姐 对不起啊 您是田净植小姐吧 小植姐 不好意思啊 你干什么 放开我 放开我 干什么 很丢人啊 乖 别闹了 大家都看着呢 大家好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别人是田净植的男朋友薛灵乔 听小植说你们之前对得很招呼 我在这里感谢哥们 你放心 她现在是我的女儿 我会用心地疼爱她对她父子们 各位慢用 这是个看脸的师子 不生气啊 隔壁阿姨说你胖不是嫌弃你啊 看你这脾气 跟你姐 简直就是一个麻生的 别别别别 别换钱了别换钱了 我们现在去妹妹家 去妹妹家干吗 她又出车祸了 别别别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妹妹啊 网购 选错地址了 把东西寄到这儿来了 你看她买的什么东西 你又偷柴小植的包裹 不是 你看她买的什么东西 你看看嘛 不是 你你这 你挡着我挡着我没穿鞋呢 嘴巴那么臭 给你头大便堵住你的嘴 对 变死 喂 伯母 什么 避孕涛 表 表兄弟就是那个表兄弟啊 什么 喂 伯母 心药好像不太好 听不清 对 死定了 死定了 得赶紧通知大小哥 我没有大小哥的号码 不是田小姐知道我吃里巴外 肯定会打断我的腿 算了 大不了打断了才去接骨 你明天还得拍戏呢 姚医官 你有病就吃药 干吗放弃治疗 偶像去看多了吧你 没老土 混蛋 好啊 我错了 我多管闲事 你现在可以出来了吗 你到底要哭到什么时候 为了一个抛弃你的人 哭死了值得吗 这 你干吗把我的生活 都能竞选不停的 你走啊 你要不走你就杀了我 我死都不跟你在一起了 快快快 老田 记住 要保持风度 记得进去前要敲门 我去我女儿家 我干吗要敲门 把钥匙拿出来 在你兜里 在我兜里 走吧 你打够了吗 告诉你我看够了 跌倒了 爬起来就行了 只会坐在原地窟 管那块绊倒你的石头 只要一点用都没有 我看你根本就不想趴起来 如果你每次遇到她的朋友 都默默离场 也不去任何有她在的地方 那好啊 那你就永远也别站起来 要是你这么讨厌我 我走就是了 谢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 如果不想再见到我的话 那就照顾好自己 帮我受伤 你们在干什么 这 爸 妈 你们怎么来了 你敢欺负我女儿 我 我 快打了 我打死你 别打了 你打死你 别打死你 我解释 爸 妈 我打死你 别打了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这件事情反正就是这样了 然后我就怀孕了 我想打掉 他不让我打 于是就是你们看到那样了 哭什么哭 事已至此 你还指望你女儿跟她分手啊 我可以分手啊 你闭嘴 妈 你闭嘴 谁让你叫我妈 请称呼我邱女士 你给我回房间去 现在 立刻 弄 你 都快二十分钟了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呢 怎么了 冻冻 谢天谢地 你终于接电话了 我现在都快火烧眉毛了 现在有一件更火烧眉毛的事情 你爸妈已经知道 你家住的不是表兄弟了 正赶过去啊 我真希望我三十分钟以前 接到你的电话 我已经被我爸妈逮到了 我被薛妖怪压在沙发上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 莫名其妙地说的一句 我怀孕了 但是问题是我爸妈 在不停地打薛妖怪 我特别害怕薛妖怪一生气 把他们的脖子给拧断了 他们现在已经在下面 聊得有二十分钟了 你 你确定 大乔哥是在跟他们聊天 而不是扭断了他们的脖子 喂 田小姐 田小姐 你怎么不说话了 你看到什么了 田小姐 我 难道是尸体 我比看到尸体还要进步 我比看到尸体还要进步 你还要进步 你也没看出来 你也会送到你 尸体上纸 身体又要进步 你也没有生气 你也不说话了 你才像尸体 你也不是说话了 你也不说话了 你也不说话了 你没有说话了 一眨眼就到头 你没开口 你没再出现在路口 初次还我 都随便再说放手 那天以后才没亮起的路灯 说过时间们会再有的永恒 我还在等 不会终于了 你会不会不是我一人回来 赢我一生 等你开口 等你说跟我走 所谓以后 一眨眼就到头 等你开口 等你在出现的路口 从今以后 我随便再说放手 从今以后 我随便再说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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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随便再说放手